夜深燃尽,午夜时分 破旧的军民楼里 你是否会听到诡异的摩擦声 擦擦擦擦擦擦擦 没错,那可能是有人在摩菜刀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童年映儿恐怖片 赤魅王两仲的小故事 黎骚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 在一个破旧的军民楼里 每当午夜时分 楼洞深处总会传来 若有若无的摩刀声 摩刀声吵得邻居龙婆 根本无法入眠 这天晚上 龙婆气冲冲的出了门 对着正在摩刀的翠花 破口大骂 你个小媳妇 大晚上不睡觉 闹啥闹 是不是生不出孩子 脑袋嗅抖了 中麻生里 小媳妇翠花默默站起身来 她眼神冷漠的看着龙婆 手里的菜刀不断来回晃动 突然她猛的举起手中菜刀 难道菜刀杀人惨案 就要发生了吗 此刻翠花的丈夫阿祥赶了回来 她一把夺下翠花手里的菜刀 对着龙婆言表歉意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这就走 在龙婆连连的咒骂声里 阿祥带着媳妇翠花回家了 胡到家 阿祥一边洗手 一边埋怨翠花 让她有事白天干 不要大晚上饶迷 但翠花却无动于衷 她神情严肃的 看着反复洗手的阿祥 第二天一早 正在熟睡的阿祥 被一阵撞击声间醒 阿祥被吵醒 根本无法入睡 只能郁闷的起床 起时的阿祥看到翠花 正在剁肉馅 看来中午要吃肉 午饭时间 桌子上摆了两道菜 清炒素菜和红烧肉 阿祥却只吃离她较远的素菜 对于摆在眼前的红烧肉 却是看都不看一眼 在媳妇翠花诧异的眼神里 阿祥还是把筷子伸到了红烧肉面前 但几经犹豫 她还是没有加起来 继续吃起了素菜 阿祥知道翠花从来不出门 肉是哪来的呢 此刻电视上播放一则新闻 原来最近附近区域接连出现凶杀案 听着新闻 翠花的眼神不自觉的 飘到了阿祥的身上 反正这两个人是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阿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吃完午饭 阿祥就端水下楼洗车去了 他反复搓洗着轮胎 好像轮胎上沾染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此刻翠花的哥哥大雄出现在路边 他嘴里叙道个不停 说着毫无边际的大话 朋友们都不相信他 反而约他去打牌 原来大雄还是一个赌徒 之后大雄来到阿祥身边 他感觉阿祥没出血 照顾不好翠花 说句话来也是格外难听 咄咄逼人 阿祥早就看透了大雄这个人 有些唯利是图 他塞给大雄一堆钞票 直接开车离开了 不久阿祥接到一对母子 出租车里 母亲不停的训斥自己的儿子 原来因为儿子生病 耽误了他打牌 重骂声不断传来 阿祥的眼神变了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把车停到路边 把这对母子赶了下去 随后便开车离开了 他一边开车 一边嘟囔着 有孩子多幸福 还不满足 原来阿祥的媳妇翠花 翠花在怀孕的时候摔了一跤 孩子没了 身体也摔坏了 再也要不了孩子了 翠花受不了打击 精神失常了 这天翠花又拿着菜刀出门了 他满脸阴森 看着楼道里踢球的孩子们 这个时候足球正好踢到了翠花的脚边 孩子们就要过来捡球 但看到翠花那恶狠狠的眼神 孩子们吓坏了 不自觉的向后退去 此刻翠花猛的举起手中的菜刀 狠狠的砍了下去 孩子们吓得转身就跑 而这一幕正好被龙婆砍个正着 龙婆张嘴就要骂人 却看到翠花拿着菜刀 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龙婆吓坏了 赶紧躲回了家里 也就在这个时候 翠花的哥哥大雄走了过来 龙婆赶紧拉住大雄 你没神经病啊 拿着菜刀到处乱晃 吓死人哦 看见哥哥来了 翠花举着菜刀 转身回家了 不一会大雄来到屋里 他知道这些年翠花过得很苦 对于孩子的离世 一直耿耿于怀 整天憋在家里 神经也不正常了 他为了照顾妹妹 大雄想办法 当上了这栋楼的管理员 他希望妹妹 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其实这兄妹俩命很苦 两人自幼父母双亡 相依为命 翠花完全可以说 是大雄看着长大的 不一会大雄就离开了 大雄走之后 翠花又有些魔症了 但拿起菜刀 疯狂的剁起了骨头 龙婆之前就警告过他 要是再次深夜扰民 就会报警 果然不久之后 龙婆就带着警察出现了 说翠花神经不正常 经常深夜扰民 赶紧把他抓起来 恰逢此时 阿祥赶了回来 他不断道歉 终于摆平了此事 龙婆却不依不饶 还说翠花生不了孩子 就是遭到了报应 胡老家 翠花看到阿祥 又开始反复的吸收 一切都是如此的不正常 第二天 翠花从报纸上 再次看到了 有人被杀的新闻 他不自觉的 把目光转到了阿祥身上 真相扑朔迷离啊 另一遍 龙婆和其他妇女开始八卦 说翠花流产之后 越来越不正常 你们可得小心点 在几个妇女的怂恿下 龙婆决定 一会儿就去买东西 打小人 去去晦气 晚上下班回家 阿祥看见翠花 正在楼道疯狂剁菜 他突然发怒 质问翠花 之前给儿子买的衣服 玩具丢哪睡了 看到阿祥 生结栗丝的模样 翠花却满脸挺静 说道 早就扔了 医生都说了 不可能再有孩子 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听到这些话 阿祥彻底崩溃了 呆呆的坐在了地上 不一会儿 阿祥开车离开了 晚上 翠花的哥哥大熊来了 和翠花一起吃饭 这个时候 阿祥也冷静了下来 开车回家了 在楼下 阿祥正好碰到了 正在打小人的龙婆 特别是听到 龙婆嘴里不断的咒骂 诅诅翠花 不会生孩子时 这些话 深深刺激了阿祥 他悄悄的跟在龙婆后面 没想到 龙婆却在楼道口 摔了一跤 而这个位置 正是当年翠花摔倒的位置 阿祥仿佛又看到了 翠花流产的那一幕 原来 当年 正是因为阿祥乱扔香蕉皮 才会导致翠花踩到 导致流产 这一幕不断刺激他 他再也无法自控 他走上前 直接把龙婆给杀死了 之后 在楼道里 阿祥又遇上了大熊 想到大熊 平日里对自己冷嘲热讽 用一块板砖 把大熊也给杀死了 杀死两个人 阿祥终于冷静了下来 阿祥回到家 准备上床睡觉 还宣说翠花不要再磨刀 这样很危险 翠花却冲他说道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哥哥 原来阿祥杀害大熊的时候 被翠花看到了 翠花又说道 我自幼父母双亡 是被哥哥亲手养大的 现在哥哥死了 我也不想活着了 说完就用刀子自杀了 看到这里 你肯定有很多疑问 阿祥为什么会杀人 其实自从翠花流产 不能怀孩子之后 阿祥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人格分裂 他一边维持着正面的丈夫形象 另一边却十分看不起 那些有孩子却不知满足的人 他开始到处杀人 被杀的其实并不是只有龙婆和大熊 那些杀人案也是阿祥做的 其实电影里早就有暗示 他每次洗轮胎都要洗很久 每次回家之后都会反复的洗手 或许就是为了洗掉沾染的鲜血 其实翠花是知道阿祥杀人的 因为翠花每次看到杀人新闻 都会紧紧的盯着阿祥 翠花是爱阿祥的 他并没有举报 为了阿祥他会用菜刀吓唬那些小孩子 为了阿祥他会故意做红烧肉 提醒阿祥不要再杀人 至于阿祥为什么不肯吃肉 或许是因为他杀人太多 留下的后遗症吧 翠花为什么会反复磨刀呢 或许他早就有了自杀的想法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脑洞很大 也比较悬疑 开放式结尾挺有看点 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